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犯罪嫌疑人傅白莲是被害人任芳的小儿子 任芳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 这个傅白莲是小儿子 案发前在广州上班 2017年11月29号 傅白莲为母亲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 报额是40万元人民币 2018年3月9号 傅白莲偷偷的买机票飞回成都 然后打车回到自贡 第二天凌晨一点回到家 据检方指控啊 就在当天凌晨 傅白莲回家之后见到母亲 谎称给母亲买了一个按摩器 让母亲坐在板凳上好好享受一下 按摩一下 随后傅白莲就把电线绕在母亲身上 接通了电源 这边接通电源之后 母亲马上就中电了 浑身出处 不停地发出呻吟声 为了防止母亲呻吟 傅白莲竟然拿起一条板凳 使劲朝母亲头上脸上洒去 最终把母亲活活砸死 为了制造出母亲是使用家用电器 意外死亡的假象 傅白莲还把母亲尸体拖到一楼厨房 并且擦掉血迹之后悄悄地离开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 家人这才发现任方躺在一楼厨房 已经身亡了 家里人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警方来到现场之后啊 通过勘察发现 这死者任方身下有一块烧焦的插线板 旁边还有一个电吹风 这现场给人的感觉像是意外触电 不过一传拖鞋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因为办案民警发现啊 死者任方躺在地上的时候啊 是光着脚 而拖鞋整齐的摆在一边 这明显不合常理 你就算起床吹头发 也不能光着脚啊 而且就算是触电身亡 拖鞋掉了 这也不可能摆得这么整齐 顺着这个线索 警方在厨房门外找到了一条 被擦拭过的血迹 顺着血迹继续调查 很快警方发现 二楼卧室才是第一现场 就在扎起来的窗帘上还有血迹 而在墙壁上也找到了刚刚抠挖过的痕迹 警方这个时候啊 马上和死者的两个儿子去了联系 当联系到小儿子傅白莲的时候 傅白莲在电话里说 他正从广州回自贡在路上 但是很快警方就发现了他的嫌疑 因为从死者家父亲的监控镜头中可以看出 就在当天凌晨很明显的看到了他回家的影子 在调取附近的监控视频又有了重大发现 原来就在头天晚上十点 傅白莲就已经回到了自贡 当时他打一辆出租车从出租车上下来 在家父亲徘徊 而从监控视频中还可以看到 在当天凌晨一点多钟 他悄悄地从家里出来 然后就消失了 那么由此看来 他对警方说的他正在从广州回来的路上 证明他在说谎 他为什么说谎 在这起案件中 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随后警方就对傅白莲进行了调查 很快就查到了傅白莲在头一天购买飞机票回来的记录 这更加证实了他对警方撒了谎 而后来警方在傅白莲的手机上还发现 他曾经多次搜索意外险如何赔付 还有搜索如何制造意外死亡的假象这样的记录 除此之外 民警还在家外面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一双运动鞋 正是傅白莲作案之后丢弃的 在法庭上 面对检察官出事的证物 傅白莲当庭认罪 在亲友的眼中 死者仁芳是个好人 更是个好母亲 而且只差四天 他没有等到五十六岁的生日 亲友们都说啊 死者仁芳是个好母亲 他这一路走来太难了 他的侄子说 我姑妈从小就没了父母 他中年的时候丈夫去世了 他一个人含辛茹苦的养育他两个儿子 好不容易熬出来了 没想到出了这事 侄子说啊 他为了两个儿子一直没有再嫁人 两个儿子有了工作以后啊 他还一直捡废品卖钱 一天只吃两顿饭 侄子还说 我姑妈最心疼这个小儿子了 还出钱支持他在自贡买了房 姑妈人很开朗 很爱笑 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死者的大儿子也说 母亲以前说过 他上辈子是围着他的男人转 后来男人不在了 他下辈子就围着玩转 围着他的孙子转 在法庭上 当问到和母亲的关系时 傅白莲哽咽的说 挺好的 而且就在案发之前 这个傅白莲 这个凶手啊 在亲戚朋友眼里 还是一个十足的孝子 邻居都说啊 我们那儿的人都用他来教育孩子 他每次回来都给老娘钱 单位发的奖品也都寄回来 给他老娘用 电话也打得勤 谁想到他会能做出这种事 而了解他们的亲戚还知道这么一个细节 说傅白莲参加工作以后 每次节夏日回家都会在母亲房间里临时搭一个小床 他知道母亲辛苦 晚上想和母亲聊聊天 很孝顺 所以后来就是在死者取行葬礼的时候 警察把傅白莲从葬礼上带走了 当时参加葬礼的亲友们都差点和警察急了 事后大家都说 谁能想到这样的人竟然能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就这样傅白莲为了钱把母亲捆住之后 活活给垫死了 而且为了害怕母亲没死 傅白莲还拿起一条板凳使劲朝母亲的头上脸上撒去 而更可怜的是母亲死前并没有向他求饶 只是一遍一遍的不停喊 都是妈的错 妈没有教育好你呀 据傅白莲的大哥后来回忆说 母亲在生前有一次曾突然对他说了一句 你弟弟有点自私 还有点虚伪 心也毒 看来啊 母亲看人还是挺准的 那么为什么傅白莲要杀害母亲 骗保险金呢 在法庭上傅白莲交代 她对母亲的不满是在自己儿子出生以后开始的 她是在广州工作的 儿子出生以后 母亲就来广州帮助照看 过了一阵子 又说适应不了广州的生活就回去了 母子俩为此沟通了几次 母亲本来同意了 但是后来还是反悔了 因为她说她当时已经快60岁了 去广州生活真的水土不服 身体受不了 还有就是语言不通 无法和人交流 出个门都会迷路 不过为了能让小儿子满意 母亲甚至说可以让孙子跟自己回老家住 但是对于母亲的这种说法 傅白莲并不愿意 看到儿子不答应 母亲就只好一个人回家了 于是母亲在傅白莲心里就显得非常偏心 因为她觉得母亲把自己哥哥的儿子都照顾到十多岁了 而不愿意帮自己带孩子 从这之后 傅白莲就有点怨气了 后来母子俩还多次说过这事儿 但是说着说着就要吵起来 而最终傅白莲之所以起了要杀死母亲的心 是因为她后来在广州看中了一套房子 当时买一百多万 可是就算把自己所有钱加到一块儿 包括把自己在自贡的房子也卖掉之后 这首付款还有很大缺口 于是傅白莲这个时候就生了杀母骗保险金的恶念 就这样 傅白莲为母亲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伤害线 保额是40万元人民币 在话庭上 检方在发表公诉意见时认为 凶手其作案目的特别明确 行为特别卑劣 手段特别残忍 而傅白莲及辩护律师 对检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 但是变称 考虑到傅白莲认罪 毁罪态度较好 没有犯罪前科 而且家里孩子还小 需要抚养等情况 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7月3号上午 自贡使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 判处傅白莲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 庭审法官问傅白莲是否上诉 傅白莲沉默了大约10秒钟 在法官第二次提问的时候 他才低声回答了一句 我考虑一下 这个案件就说到这儿了 最后老王海洋再说两句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宁要要饭的娘 不要当官的爹 你看这话是有道理的 这是因为在生活里 母亲对孩子的爱往往更加深刻 而母亲也常常为了孩子要吃更多的苦 付出更多的牺牲 就是为了能够让孩子吃饱穿暖 因此我们常说母爱是最伟大的 母亲在孩子的成长中付出了那么多 但是孩子在长大以后能够记得母亲这份恩情的 又有多少了 你看在这个案件中 这位56岁的母亲这一辈子 基本上就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 幼年失去父母 中年又失去丈夫 一个人好不容易拉扯两个儿子长大 供他们读书 帮他们买房 为了两个儿子 母亲没有在下 虽然生活这么辛苦 但是他在周围眼里还是一个很开朗 很爱笑的人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而且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以后 母亲为了不增加孩子的负担 靠着减肺品增加收入 还每天只吃两顿饭 像这样一个不计回报爱着孩子的母亲 得到的却不是孝敬 而是伤害 因此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傅白莲是个白眼狼 其实生活里面像这样的白眼狼 还真不少 他们或许不会像傅白莲那样 胆大到愚蠢到 居然敢杀害自己母亲 但是这些孩子的自私行为却表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很多家长 很多父母给孩子付出一切 家里有什么好的好吃的都留给孩子 但是孩子却越来越自私 自私到根本就想不到父母 而白眼狼的养成啊 也正是因为很多父母教育失误 很多孩子都生活在过于宠溺的环境中 只知道索取 不知道怎么回报 所以家长在这就做错了 如果只知道爱孩子 但是不教会孩子如何去爱别人 只知道无穷无尽的索取 那将来肯定会变成一个死死自立的人 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换位思考 只有孩子理解了别人的感受之后 才不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 只有这样才是对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